福 净土 乃一切世界 难兴之法 于此能兴 使其无相智慧 这一段经文 是福告诉我们 真正解脱的原因是什么 那佛书若以无相智慧 执重得本 身心清心 原理分别求生兼差 去佛菩提 当身佛察 佣得学道 念老在诸节里面 这一段就给我们说明了 净土 真的是一切世界难兴之法 在佛法里头也如是 真难兴 我以我自己的体验 学佛到今年 63年 你要问我 大概学了三十年才相信 那早年 我离开公主 我 跟参云法师住毛棚 那一年是 三十一岁的一岁 游西大寺的云中潮 这是梅桃金最著名的 祝籍 三种祝籍 梅桃三大步 再叫我看 映光大寺文潮 我在他毛棚里住了 五个半月 这是宫阔 除宫阔之外 白府 他叫我每天 拜八拜拜 早晨起来 拜三拜拜 中午吃完饭之后 老夫 饭是精心 精心之后 拜两拜拜 晚上睡觉之前 拜三拜拜 五个半月 大概拜了十几万拜 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 不容易接受 我离开三云法寺 那个地方 我就亲近 李老师 跟李老师 神明 我这个佛法 是他能力成就的 李老师 劝我修净土 劝了好几次 我还是不能接受 那个时候 年轻 对于大坚大乱 非常爱好 实际上 我们就是 受了知识分子的吸气 老毛病 单单 单单学一样东西 就都枯燥无味 不肯干 出学佛的时候 我是从这学入门 不是从我有 完全用这学的角度 来观察佛法 受方老师的印象 片中在相中 信中 华言 法华 都是大监大乱 喜欢这东西 实在讲 净土的胃太浓了 出学的人尝不到 没有感觉到 我跟诸位 做过多次报告 我真正相信净土了 是从华言法华 云人究竟 从这些大监的基础上 认识净土 怎么认识的 华言 到最后 总结 菩萱菩萨 舍大愿我 捣鬼极乐 这个让我很震撼了 文书菩萱 是我们最凉目的菩萨 文书是智慧 菩萱菩萨 是实干的 这一修 能把文书的智慧 用在生活 用在工作 用在厨师待人救 我们佩服 我们佩服到基础 华言间末后 善才同志 五十三才 我们我学的是 四十华言 真元年间的本子 最好的本子 四十卷 读到三十九卷里面 看到文书菩萱 通通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去亲近阿弥陀佛 老师劝我的 我没有接受的 怎么文书菩萱 都去了 这给我很大的启示 我要仔细看看 净土到底是什么 再回头 五十三才讲过 胡伦腾早讲了 没讲明白了 原来第一次 吉祥云比丘 善才就参访他 他修波周三昧 波周三昧是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减土 中国人所说的 谢入为主 你看他参许 第一个 这个人非常重要 为什么 这是他主秀的方法 谢入为主 往后 当中这五十一才 五十一个都市祝福如来 化身的 变化成 社会上 男女老少 过行过瘾 这就说明 没有一法 不是佛法 最后一参 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舍大愿望 道归极乐 你看 一头 头 是净土 最后是净土 说明 善才同志 确实 确中 就是净土 那这个当时 讲经的时候 没有体会到 那以后 要找净土 发门 殊胜之处 才发现 当中这五十一才 他样样 多学 多看 多去考察 但是并没有学到 还是修净土 念佛求生净土 始终不变 啊